夫人 夜深了 请回房休息吧 夫人心情如此沉重 是不是又在为今天的婚事 而烦恼 我烦恼的 不只是婚事 我甚至开始怀疑 我是不是根本不了解 自己的儿子 夫人怎么突然 会有这种想法呢 最近她的一举一动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让我觉得她好陌生 几乎 已经不像是我所认识的今天 恐怕夫人是多虑了 事情 并没有这么严重 你想想看 从前的她 虽然个性孤傲 对我却是很孝顺 从来不敢违背我的意思 不管大小事情 都会先跟我商量再做决定 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我从来不知道阿舍的事 直到几天前 她带阿舍回来山庄 我才知道她有了爱情 为了成全她 我费尽苦心地撮合他们 好不容易把婚事给定了下来 她却忽然要将婚期延后 又不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说 我会怎么想的 今天虽然有这个心 但最后 还是顺从了夫人的意思 不是吗 我要的不是她的顺从 我希望她能够坦坦白白地 跟我解释清楚 好让我了解 她到底在想什么 夫人 孩子长大了 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夫人 就不用操这么多的心了 她长大了 是不是代表我老了 我们母子之间 就应该有所距离了 夫人严重了 清云 怎么该有这种意思呢 其实 就算你不说 我也知道 我确实是老了 夫人 最近我常常在想 一个人 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 所有的想法都会改变 而且变得迂腐不堪 不通情理 不 夫人一向通情达理 过去和现在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改变 如果我没有变 那就是今天跟郭芳 变得实在是太多了 只有你我 都已经是年近半百的人 所以才会没有改变 或许吧 清云 这二十几年来 你 郭芳 还有今天 是我一生中 最重要的三个男人 如今郭芳下落不明 今天 他又让我捉摸不定 我真的好彷徨 夫人请放心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变化 清云 会永远陪在夫人身边的 这些年来 你一直对我忠心耿耿 虽然你嘴巴里 说是为了报恩 可是你的心意 我怎么会不明白呢 夫人 清云一心报恩 不敢另有所图 就算你是真的 为了报恩好的 我毕竟是个女人 想法总是比较敏感 而且我根本就不会相信 这个世界上 会有不计代价 无怨无悔的男人 倘若真有死人 夫人又将如何呢 如果是别的女人 或许她会因为感动 而托付终身 可是我 早已经心如止水 原来夫人 对石木云始终未能忘记 不 我对她没有感情 只有恨 不过无论她怎么对不起我 我都要对得起我自己 毕竟 我们俩还是夫妻 我可以不原谅她 但是如果我改嫁了 我就再也没有立场恨她了 这么做 值得吗 不管值不值得 我都会坚持下去 如果你觉得继续留在山庄 并没有任何意义的话 我不会怪你 不 夫人 清远还是那句老话 除非夫人 认为清远老迈不堪 不适合留在死地 否则 我绝不会离开 谢谢你 说真的 我真的很需要你这个朋友 多谢夫人抬爱 对了 日子已经定好了 下个月出发 将为今天晚婚 不知道 夫人有没有意见 你开始办好了 是 我想要休息了 你又来了 阿舍还是不肯见你 如果你肯把事情说清楚 或许还有转机 那我也就无可奈何了 大师不必为我操心 三个月的期限很快就会过去了 三个月之后 我再来金蛇 跟阿舍解释一切 阿舍的个性刚烈 恐怕他不会原谅你的 那我就只好认命了 不过我在这三个月之内 我会听听到金蛇来看他 不管他是不是见我 我一样会来 风雨无踪 我看得出来 阿舍虽然表面对你冷淡 可是内心还是念念不忘 你如果继续这么执着 对你跟他都是一种伤害 可是大大夫岂能言而无信 我若是不能信守诺言的话 也许阿舍 他更不会原谅我 既然你这么说 我也就不便再劝你了 大师一番好意 今天感激在心 大师一番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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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昨天郭芳来过药铺了 我给她把了麦 她的伤还没有复原 其实她住在客栈 熬起药来很不方便 让她到药铺去熬药 岂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觉得不如让她住到金社去 这样照顾起来也比较方便 原来你是舍不得让她离开这里 师父 怎么会呢 我只是看她伤还没有好 一个人住在客栈又太可怜了 再说她在这里已经住了一段时间 不如就让她再留一段时间吧 等伤好了再走也不迟啊 你这么替她说情 是不是再怪我 太过为难她了 师父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管你是什么意思 我都要告诉你 当时我所以没有留住她 完全是为了阿舍着想 并不是我对她存有成见 师父 你是不是觉得如果郭放继续留在这里 会影响到姐姐和石金天的感情 你认为呢 我也问过姐姐 他们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因为郭放 而是石金天对姐姐不信任 所以这才是姐姐不愿意跟她澄清的原因 你也觉得石金天对阿舍不够信任 当然了 如果不是这样 他为什么不告诉她延迟婚期的理由呢 算了算了 他们的事啊 我们还是不要插手 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至于郭放 只要他喜欢留在京社 我没意见 那这样好了 我明天告诉他 由他自己决定吧 夫人 聘礼已经准备好了 请夫人过目 不错 我看应该不会有问题 这一次 你这是上费苦心了 多谢夫人夸奖 清云只是尽力做好分内之事而已 清云 你觉不觉得这阵子除了今天之外 连阿舍都有些反常 我倒是没有注意到这点 前些日子 他每天都会到山庄来陪我聊天的 照理说 婚期近了 他应该走动得更勤快才对 怎么会一连十几天 都不见他人影 夫人 我倒觉得阿舍姑娘的反应 并不奇怪 过去 他只是到山庄来做客 可是如今的身份 却大不相同 很快的 就要成为山庄的少夫人了 而且 女孩家 在正式成亲之前 总是有些害羞 况且 婚期越近 他就越希望多点时间陪陪家人 这是人之常情 你说的是有道理 不过我总是担心 事情并不像你讲的那么单纯 尤其是今天 突然提出将婚期延后的事 让我不得不怀疑 他们俩的感情是不是有了变化 夫人多虑了 明儿一早 我就要去下聘了 如果真的发生变化的话 阿舍姑娘早就有所反应 也不会如此平静 希望真的如你所说 不要有什么变化才好 夫人放心 他们两个人 一定会顺顺利利成亲的 清云今日特地代替我家少爷前来下聘 至于婚期定于出八 不知大师以为如何 很抱歉 可能要让先生白跑一趟了 阿舍姑娘的意思是 我跟石经天的婚约已经解除 难道他们有告诉伯母吗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我家夫人一心希望迎娶姑娘过门 对于解除婚约之事全让不知啊 那么就有劳先生代为转达 至于伯母 就请他向石经天亲自求证吧 少爷真是太糊涂了 这种事情怎么能给隐瞒不说呢 这让我向夫人如何交代啊 他一向行事怪异 为什么要做隐瞒 我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让先生为难 我除了感到无奈之外 其他的我也无话可说 姑娘真的不愿意多做考虑 事已至此多说无益 先生还是请回吧 还回去吧 是 阿舍 你这样坚决退婚 可不要后悔哦 要退婚 都是石经天主动提出来的 那么后悔的人 又怎么会是我呢 他只不过要求延迟婚期 并没有退婚的意思啊 可是对我来说 两者的意义相同 阿舍拒收聘礼 是的 他为什么要聚婚呢 因为 是今天主动提出退婚的要求来 这怎么可能呢 今天怎么敢瞒着我去退婚 这是阿舍亲口说的 应该不会有假 你昨天还劝我不要多心 现在总该明白 我的猜测没有错吧 是的 请夫人息怒 这全怪我 是我的疏忽 今天擅作主张 你我都被蒙在鼓里 又怎么能怪你呢 立刻叫他出来见我 是 我已经差人去叫他来了 我待会儿一定让他 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 娘 你不用叫我娘 反正你已经长大了 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做主了 还需要我这个娘吗 娘 您别生那么大的气吗 我能不气吗 为了你的婚事 身中上上下下 忙成一团 结果就因为你一句话 就让大家白忙一场 你说 你这么做对吗 今天知错 你真的知错了 我怕你像上次一样 只是敷衍我 做做表面功夫而已 娘 我怎么敢敷衍你呢 连退婚你都敢做了 还有什么你不敢的 我只想跟二十商量 将婚期延后 我 我并没有退婚的意思 那我问你 你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 我认为 我和阿舍相识还不够深 或许多点时间相互了解 对我们都有好处 简直是一派胡言 如果你还没有做好 举她为妻的准备 当初提亲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驾驭拒 到这个时候才来说这种话 你不觉得太迟了吗 娘 我曾经提过 可是你不答应 所以 所以你表面上勉强答应 暗地里 却想取得阿舍的同意 没想到弄巧成拙 闹成今日不可开交的地步 是吗 我 我真怀疑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愚蠢 又这么幼稚的想法 不要说是阿舍 换作是我 我也不会嫁给你 你知不知道 你的理由对阿舍来说 是多么严重的伤害 可是 我并没有伤害她的意思 那你的行为就更加可笑了 世上有多少人 是仅仅凭着 没说之言就结为夫妻的 他们在成亲之前 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更别说互相了解了 人家还不是一样白头到老 你跟阿舍也算相处了一段日子了 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呢 娘 好了 不要再解释了 我再慎重的问你一次 你到底爱不爱阿舍 我当然爱她 那你究竟想不想娶她为妻 想 好 秦云 马上备叫 我亲自去下品 我有把握 让阿舍回心转意 不 夫人 这么做 并不妥当 为什么 夫人贸然前去 倘若阿舍姑娘愿意也就罢了 如果阿舍姑娘不愿意 不但有损夫人的颜面 同时把事情也弄僵了 那依你看 怎么做才合适呢 依我看 解灵还需细灵人 既然这件事情 因为惊天而起 最好 还是由今天亲自去走一趟 就说 夫人因此弃出病来 阿舍姑娘对夫人 一向是十分敬重 相信 她会到山庄来探望夫人 等她来了之后 夫人再私下劝解 如此一来 不管阿舍姑娘 能不能回心转意 也不至于伤了彼此的和气 这倒是个好办法 今天 阿舍姑娘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今天日落之前 我一定要见到阿舍 这下可好了 我们可以好好的喝一杯茶了 阿德 我们先说好 你可别劝我 你劝我 我也都听不下 反正婚也退了 已经来不及了 姐姐 你多心了 我只是觉得 姐姐嫁不出去 没人要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谁说我嫁不出去 没人要的 好好好 算我说错了 行不行啊 我的意思是 从今以后 我可以每天都听 姐姐的嫁毁了 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所以 我想煮一杯 送之煮的茶 来庆祝一下 你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好 如果我说出任何一句 你不爱听 或者不想听的话 姐姐可以掉头就走 我的好妹妹 我并不是有心 要跟你过意不去 只是 最近我的心头好乱 我真怕我会 这可不是我要往下说的 是你自己说的 我只是想喝茶来庆祝一下 谢谢你阿德 好 我去打水 你来生火 不 平常都是我去打水 你来生火的 可是今天不是平常 当然这不能用平常的办法了 漂亮 没什么 非常的幸福 让你来的 果壮 我们来信出去 行 提员 咯 Galaxy 我们来手 我们来 Armand 有 ai 行 要 Promised 姐姐快点吧 不然的话我们喝不到茶就不回去 可是我点不着这样子的火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那就原封不动的把它抬回去 东西是可以原封不动的抬回去 不过 我好不容易才培养出来的好心情 谁陪我 阿德 你想劝我什么 你就说吧 我都会认真的为你把它听进去 姐姐 你不是为我认真的听进去 你是要为你自己认真的听进去 我知道 姐姐 你有没有想过 你拒绝的不只是石大哥 就连他母亲 你也一起拒绝了 我只是拒绝这件事而已 我并没有拒绝他的母亲 可是他知道吗 你将订婚的聘礼 就这样原封不动的送回去 他心里会怎么想 我并没有想要伤害他母亲的意思 我知道你是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他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你是不是要去解释一下这个误会 伯母 你不要再为退婚的事情生气了 我跟今天恐怕是有缘无分 不过我相信日后你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媳妇 在我眼中 在我眼中谁也比不上你 倘若今天不能娶你为妻 我宁可这辈子不认他这个儿子 伯母 阿舍 我知道你受了委屈 可是你不能因为生今天的气 就连我也不理了 伯母对我一片爱护之意 我非常的清楚 我想过一阵子 等大家的心里都近一点 我一定会经常来探望您的 阿舍 不是我这个做娘的偏袒儿子 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 今天他虽然对你做出了无理的要求 可是他确实是真心真意地爱着你的 伯母 您不要再撮合我们了 我对他已经心灰意了 阿舍 对了 这是伯母的心爱之物 我想 还是物归原主的好 阿舍 当初送你这块玉佩的时候 我就说得很明白 这完全是因为您我有缘 跟今天毫无关系 你怎么忍心拒绝我的好意呢 我 就算我们做不成婆媳 至少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除非你对我有所嫌弃 否则 你就把他留在身边 伯母 我怎么会对您有所嫌弃呢 那么你就收下吧 我 对了 你师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吗 我师父他是个方外之人 所以对这种男女之事并没有太大的意见 你师父是位出家人啊 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呢 我以为伯母早就知道 所以我也没有再提起过 你师父法号是什么 我师父 他并没有真正剃度为僧 他只是一心向佛 所以 他取名叫石头 石头 那 那他俗家姓名是什么 石木云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秦云 送客 是 二十姑娘 请 请先生 帮我把玉佩交给伯母 想不到 阿省居然是石木云的徒弟 这是冤家陆寨 气死我了 石木云 你真是我生命里的客信 我好不容易盼到儿子成家立业 结果 全毁在你的手里 我好恨你 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夫人不要这么生气 小薰气坏了身子 你还能叫我不要生气 我问你 这件事 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石木云 怎么会想到石头和尚就是石木云呢 我不是跟你提过 石木云出家当了和尚 你怎么一点警觉都没有 我 我看你真是快别老糊涂了 夫人行 是青云糊涂 今天 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决定成全你 不再逼你娶阿舍了 娘 我不是不想娶阿舍 而是 不用再说了 我也发现你们并不合适 这门婚事 以后不准再提了 娘 从今以后 不许你再见阿舍 否则 我不认你这个儿子 娘 出去 阿舍 在那干嘛 我看到师傅在看经书 所以就不敢打扰了 是吗 我看你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又不敢说 没有啊 我怎么会有心事呢 既然没事 去忙你的吧 师傅 我 阿舍 有什么话就说 不要吞吞吐吐的 师傅 我想问你 你一向都是行侠仗义 会不会结下不少仇家呢 这是在所难免的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 就算是大奸大恶之徒 也有自己的亲人 当年 我杀人虽然是为了惩奸除恶 可是在他的亲人眼中 我仍然是罪大恶极 仇恨 也就因此而生了 原来如此 你怎么想到 你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 没什么了 我只是有感而发而已 夫人 夫人 跟随脏的 interview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久违了 血欲观音 我原本以为 这辈子 我都不会再穿上你了 没想到 为什么 石木云 为什么你总是阴魂不散地跟着我呢 几次跟他见面 竟然没有看出来 他就是石木云 雷夫人烦心了 没用的 就算你看出来又怎么样 石木云 自始至终 始终像鬼魅一样的缠着我 让我怎么甩也甩不掉 我本来以为 今天跟阿舍成亲之后 我就可以舒舒服服 平平静静地度过我的晚年 可惜天不从人愿 想不到 阿舍竟然是他的徒弟 你说 他是不是见不得我好 随心跟我作对 夫人 事已至此 已经无法改变 夫人 不要再为此反省 应该注意自己的身子才是 不行 我绝不容许他一而再 再而三破坏我的生活 有他在 我永无宁日 我必须除了他 才能继续过我自己的日子 夫人 可是你 我知道我的武功不如他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必须要恢复练功 我要把九明玄弓 练至第九重 血欲观音 将会重现江湖 夫人 真的要恢复练功啊 怎么 难道你认为 我不该再练吗 还是你认为 我应该放了他 不 夫人误会青云的意思了 青云是想 如今郭芳不在了 而青云又手无伏击之力 这幼童 这个你不必担心 我自己来就行了 我就不信 天下 又难得倒我的事情 这么急着找我来有什么事 我是来告诉你 今天和阿舍的婚事 如今已是毫无希望了 为什么 因为夫人已经知道 阿舍的师父就是石木云了 那他打算怎么做 他受不了石木云 阴魂不散般的纠缠 所以打算重新回到密室去 他又准备开始练功了吗 不错 正因为如此 我才急着来找你 既然现在今天和阿舍姑娘 不可能在一起 那么 你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苦逐惊涉了 你不用担心 我会帮你找到理由让你回去的 况且现在正是夫人需要人的时候 他不会怀疑那么多的 我知道你很有本事 一定有办法让我回去 问题是此刻我并不想回去 你说什么 你没听清楚吗 我应该说得很明白 此刻我并不想回去 为什么 因为我对阿舍动了真情 既然现在他跟石经天已经不能在一起 那岂不是我的大好机会吗 你想想 这么重要的时刻我怎么能离开呢 你不要忘了 当初我让你去接近阿舍 是去破坏他们的感情 并没有让你假期真做 真的爱上他 先生 这感情的事你应该很明白 跟一个人久了 自然而然就会喜欢上他 就像你跟师父一样 过方 难道我说错了吗 既然你都会如此 我也不可能例外 我已经没有亲情了 我不希望我的爱情轻易的溜走 可是现在夫人需要你啊 不不不 先生 我想你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有时今天他自己儿子嘛 很多机密的事情他应该交给自己的儿子去做 怎么会轮到一个外人身上 你明知道 这件事情夫人不想让惊天知道 也该是时候让惊天知道了 这纸是包不住火的 早点让他参与 你也好让他对他娘早日尽点孝心 公方 姐姐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三天了 师大哥已经三天都没有来了 他来不来 干我什么事 你真的毫不在意吗 我说过 时间会冲淡一切的 他来的时候 你就当作没看见他一样 他走了 你反而盼着他来 我 谁说我盼着他来 从你看着门外那种眼神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再盼着他来 你错了 我是在等师父的 你可以骗得了我 但你骗不了你自己 我会要不去了 无论你 无论你是否真的在意师大哥 我都希望你做出对自己最好的决定 阿盛 你不用再等了 石经天已经三天没来 他不会再来 你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开他 你就该试着给自己个机会 也给我一个机会 知道我喜欢你 过去有石经天你可以拒绝我 但是现在 你应该有空间可以接受我了 郭大哥 我想有一点你不明白 就是 不管我跟石经天的结果如何 我都不会接受你 为什么 因为自始至终 我的心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你就对他这么痴情 我的心里 除了他以外 再也没有办法容下其他的男人 好 我明白 不过我告诉你 我会等你 也许过一阵子 你想通了你自然就会回心转意的 该说的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我只是希望 你不要再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 时间会改变很多事情 尤其是对一个人的看法 尤其是对一个人的看法 我相信你会变 不管是对石经天或者是对我 你约我来干什么 想找你谈谈 谈什么 谈谈我们之间的那三个月的约定 有什么可谈的 当初约定的清清楚楚 如今三个月的期限未到 谈什么都是多余的 我可不这么认为 虽然期限未到 但是胜负却已分晓 谁胜谁负 当然是我胜你负了 何以见得 阿舍已经明白地告诉你 她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而且你娘 不是一说 不准你跟她在一起吗 梦里有人将我追 却看不清她是谁 风儿又难想被吹 我却又懂想起退 清晴晨醒来看见你 睡得很甜很美 只是面容有些疲惫 像是梦里将谁追 我知道你不轻易流泪 你不轻易让我伤悲 你不轻易让我伤悲 我知道我该为你做个事 让你的梦里 让你的梦归 爱的深呀 爱的真 爱的深呀 爱的真 怕因缘似水 做了情啊 用了心 停 unless你一整个火 准备他猜物 笑省你的木铁 rícat 所以我们不轻易被摔 在那里面 让你让我保持 issa那里面 让你感到梦不走 海上干个 sana 大孩子搞中国家